大家好,我是神奇的灰白 在临睡之前呢 我刚刚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视频 我觉得很少有我自己 现在还能碰到我无解的一个事情 我给大家说一下 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 一个飞驰而过的一个汽车 它撞上了一头牛 这个牛不知道怎么就跑到这个公路上了 一下给撞死了 撞死了 那到最后呢 这个牛 牛死了 这个牛是这个农民的养的牛 那么最后呢 保险公司 就是这个车肯定是上保险了 保险公司就给赔了这个牛的钱 赔了这个 怎么说呢 撞死这个钱 他们赔了一万五 那么 呃 司机 保险公司 还有 这个 养牛的这个主人 他们都要 牛的尸体 因为这个牛和和和人不一样 人被撞死了 那肯定这个人是属于这个 呃 这个 就是说 死者 亲属的 别人不需要拿走 那么牛属于 深处 深处 他有这个 就是你想嘛 养 养到一定程度 他可以 就是 就是杀了吃肉 这些东西 由于这些东西 呃 的因素在里头的话 那么这个牛的尸体的话 他是有 有价值的 对 懂啊 就是有这个变现的价值 那么 现在的问题是 这个牛 应该属于谁 啊 我 我身边 第一次听到 这个这么一个故事啊 我就是 也不是故事 可能是 也是真事嘛 因为有那个 他那个是视频上拍出来的 那么 这个事情 哎呀 就就 就一下子 让我陷入的沉思了 按理说啊 按理说 这 我不应该被这种 事情而 而伤神了 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看了好多底下 那个评论 有的人说 呃 他之前 他们那遭遇过同样的事情 赔 就是保险公司拉走了 有的人说 分析说 这个东西 呃 是 是那个 司机 司机 那个 就是他出 出的那个车祸 什么东西 拿 应该 就相当于 这个钱 就买了这个牛了 对吧 因为是他买的保险 那相当于是 这个 这个牛就相当于是他的 那么 呃 农民 会觉得 呃 这牛 你撞死人了 你拿到哪 哪人了 撞死牛 这道理是要的 这牛 还是归 归人家 这个 牛 牛主人 所有 你撞死的 那个 就是说 你赔的那一千五 呃 一万五 那是 你赔 撞死 这个 这个事故的钱 对吧 不是说 买人家 这个牛的钱 所以说 我觉得 那保险公司呢 是觉得 啊 我们出了保险了 这个牛就归我们了 保险费 呃 怎么说呢 我感觉 好像三方说的 都有道理 还有一个人就 就 更更加的 就是说 评论说什么呢 这个牛应该 他们三个 谁都不 不应该得到 应该赔给 应该就是 上交给国家 他说 说了很多道理啊 就说 如果是 上这个东西 给农民的话 那农民 养一头牛 那就不用养大了 直接无限的 用这种方法 套套线就对了 遇到类似的 下一次这种情况 我觉得有道理 他然后说 如果赔给这个司机的话 那司机的损失就很小了 对吧 保险公司赔了 这个牛 而且他 他拿了这个牛 他能那个啥 把这个牛变现 那保险公司拿了呢 他也能变现 所以说交给国家 那么我 我思考了好长时间 我思考了 差不多不到十分钟 十分钟左右吧 我也没思考出一个结果 哎呀 该怎么解这个 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我 我这个人就有点爱 钻牛角形 因为我觉得 任何事情都有一个标准答案 那这个事情怎么就 这么难呢 那你说是发生在这个 社会上的一些 简单的问题啊 如果是以往我的思维的话 那我一下就解 解开这个问题啊 但现在 你站在一个公正的角度 旁观者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局部 去看这个 看这个他们 站在一个中心点吧 看他们这个世界 哎 真的就好难 好难说 说到底应该给谁呢 嗯 好难 真的好难啊 真是这个真真是无解 我觉得 嗯 你说该 说有人说这个这个事件 那个 以前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是保险公司拿走了 那真的该该给保险公司吗 对不对 呃 我觉得 哎好好好晕啊 真的我我都 我遇到一个不好解的这种问题 但是我好想解开呀 到底是该该给谁呢 他那个视频他也就说了个该给谁呀 我觉得这样的这样 这样的视频就有点不负责任啊 起码你作为一个视频的阿富士 你最起码你给一个标准答案嘛 对吧 给一个让人幸福的答案 哎 好难呀 好难呀 真的好难 嗯 按理说 你看啊 我分析一下 按理说 咱们 我我是刚学完车的嘛 那个 呃 那个 驾驶那个 怎么说 驾驶那个 这个科斯考的那个道路 呃 实践那个理论理论体就说 说过好多类似的体 如果有那个 有那个 深处在这个道路上行走的话 那你一定要减速让行 必须得让行 那么你一脚 就是很用这个 就是踩踩的油门就过去了 你没有让行的话 那你这个 就算是一个违规行为啊 那么我觉得 你既然是个违规行为 那么这个牛就不应该 不应该 分给这个这个车主 对吧 这肯定是这样子 呃 那么 然后呢 呃 我觉得不应该分给车主之后 另外那那两个 你看车主买了这个保险了 保险公司确实是也是因为他的一个失误 而导致的这种呃 理赔 我觉得是有有有资格拿这个牛的 我觉得是有资格有这种权利拿的 对吧 因为牛和人的这个情况是不一样 他毕竟花了钱去去去拿这个牛 一个牛的价值也差不多吧 一一万五左右 这个情况下 均一呃 我我我认为这个确实是应该保险公司拿 是应该合理的 我认为啊 对吧 我我认为是保险公司拿是合理的 那个 呃 怎么说呢 那个 咬牛的主人呢 我觉得他也应该是有一定的责任的 按照我的思维来看 你为什么不把你的牛好好看看管好的 对吧 你为什么让他上上了这个道路呢 对吧 对不对 那从一个侧面的角度来说 那这个你把你的你的牛没有看管好 上到这个道路上 那算了 那是不是你也有有一定的责任呢 对吧 我觉得起码有一一点点责任吧 对吧 所以说这个牛 呃 可能也不应该是归他所有 因为这个钱可能真的就 这种事就可能真的就是相当于买这个牛的钱了 对吧 那么呃 介于这个 又又又见见于上 跟这个就是说有人说的这个 类似的案件 呃 就是保险公司拿拿走这个牛的尸体 那么这个我觉得也应该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比较公平 就是我觉得比较公平 不知道大家觉得的 那么这个视频 就留给大家去思考吧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关注 拜拜 拜拜